各位,今時今日你還可以自由地上網 但現在有,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VPN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介紹我用的NOT VPN 它可以保護你的私人,隱藏你的身份 NOT VPN在全世界60個國家 總共有5400個服務器 自伏器 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裡上網 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全家大小可以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關鍵詞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不滿意的,可以全數退款 向你推薦,挺好用的 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昨天做了一條影片有關於 布士瓊,吾闖香港西貢的水域 最後死於非命 應該被羅船長或船撞到之後死亡 做了一條影片之後呢 我發覺原來香港人真的沒什麼興趣 或者我的觀眾沒什麼興趣呢 這麼說,去看這條瓊魚 這個死因是怎樣 我又說誰去殺死這條瓊魚呢 看的人不多 我又很難怪的 因為香港人可能覺得有很多事情要受 有很多事情要關注 連餞食也很困難 為什麼一條瓊魚死了 關我什麼事呢 你不自身說來幹什麼呢 當然這個愛護動物的人 畢竟不在社會上是多數的 這個我也完全明白的 不過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 一個社會,一個國家 究竟那些人對於自然的生態 對於這個野生的動物 的愛護的關顧 究竟有多深 究竟有多高 這個是反映這個社會的文明度有多高 這個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你看得到在歐洲 會發生的 可能在一些第三世界的國家 文明比較低的 經濟比較低的國家 也不會發生的 譬如真的有一個海豚 擱淺了 瓊魚擱淺了 就是 全個社會都是 發動 用上上下下的專家 去拯救這套瓊魚 將他 推出去海外 用盡很多的方法 雖然是極度困難 可能會失敗 不奇怪 你會發現這些 這些現象 只是在 西方的比較文明的社會發生 東方你很少看到會有 或者東方有也好 那些都是文明的社會 都是比較 經濟比較發達 比較先進的國家 所以 香港人 究竟 他們說我只顧著賺食 我都是要仇 你瓊魚關我什麼事 這種想法的人 在香港如果是佔大多數的話 我覺得我們的文明 程度 很有限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 不過我也會說 因為我也比較著緊 野生動物 或者是香港的管治 大家知道 處理這一類的自然生態 有一個叫做環境 及生態局 以前就叫做環境局 現在就是生態局 局長叫做謝展環 謝展環就是技術官僚 一直升上來 這個 這個謝展環最出名的 我覺得近期最出名的 這一期就是 說環保 說環保這件事 就看你的觀點 角度怎麼看 如果你要追求環保 追求得很盡 你會變成反政府 這是他最出名的金句 環保也會反政府 而且也要求那些 拿環境基金的NGO 要簽一個 確保你是遵守國安法的 不可以違反國安的 一個條款協議 傳聞 差不多清潔廁所 都要簽的 不要違反國安 要的 廁所你知道的 寫一些反政府的字句 通常是貓人塔的時候寫的 你清潔廁所工 清潔工你看得到 這樣就不報嗎 全民都要的 動員起來 但是那些就很快 但是這個 要救條鯨魚 就慢 都不知道三拍 還是七拍 還是九拍 神忍了一段時間 這個鯨魚在香港的水域 在西貢那裏 十九天沒見過他 一天都沒見過他 死了 這個容官呢 就出來見記者了 就去那個解剖的現場那裏 和這個 漁護署那裏出來見記者 然後又接受這個電台的訪問 他解釋了第一件事 最強調的呢 在記者會 接受電台訪問 最強調的一件事 我們不是反應慢 我們不是太慢 我們沒有慢到 說了九萬幾次 我們不是慢 你很快嗎 你們不是慢 那條鯨魚死了 你不是慢 怎麼解釋 那條鯨魚死了 那他有解釋的 他就說呢 在電台節目說 很多方面的事都可以做得更好的 日後如果有鯨魚進入香港的話呢 我們不再等專家慢慢討論 原來不是他慢 是那些專家慢 因為這次事件他們又不是很懂 甚至要問海外專家 原來整件事呢 就跟這個呢 月薪幾十萬的 局長是無關的 是那些呢 就是免費幫政府做事的那些專家 原來是他們的問題 他說 沒有我們沒有慢 我們沒有介入 他太遲 不是太遲介入事件 那麼就 講一下這個 現在看那條鯨魚的致命的原因 他說對於救援保護鯨魚呢 政府的經驗呢 這些知識呢 是有加強的地方的 他說未來呢 有四個方向去改善 這些要拉圖的嘛 什麼就一個大鑊 國際新聞也有報導的 於是呢 包括加強 公眾教育 漁護署派員到外地學習經驗 修例賦予漁護署的職員更大 權力處理類似的緊急事件 加強部門的協助 這些話說完等於沒有說 全部是廢話來的 就好像呢 這班官僚呢 幾十萬一個月的這班官僚呢 就是處長的十幾十萬 好像一張白紙 好像從來都沒聽過這些東西 大哥 世界上有很多國家 有很多地區 都有鯨魚闖入 一些國家地區的海域 那些經濟的 很多船來往頻密的水域 怎樣用什麼方法 然後才令到確保這些鯨魚 離開這個水域 去這些安全的地方 人家有很多經驗的 過往 香港也有鯨魚進來的 深圳也有鯨魚進來的 沒有事發生 沒有事 你就坐在那裡 天天鬥人工 你就不去學習 現在死了 我要加強學習 我們不再等專家慢慢去討論 慢慢去討論 他們好像不太懂 要請教海外專家 然後就說 鯨魚 出海觀慶 市民出於好奇 甚至為愛護野生動物 再作出呼籲 就會有類似事件出現 你們不要去觀慶了 是不是太遲了呢 他繼續說不是 政府的行政措施 這次也有做的 例如 是公開呼籲 市民不要去看了 但作用不是太大 你公開呼籲有差用 是不是 你沒有力的嘛 鯨魚消失了一個星期之後再出現 政務司 司長和他本人 在7月26日的時候出聲 叫部門再積極一點 你們派出陸手巡邏船 在現場 要求船隻不要駛緊 趕走高速船 呼籲船家 不要帶市民出去觀慶等等 之後 不再見有這一類的觀慶船出現 主持人就說 不少環保團體在鯨魚出沒之後 要求制定禁船區 也有報紙社論批評 7月中可以在現場呼籲 要求業界不要再人觀慶 為什麼初期不做這些事呢 我們承認 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做得更好的 有四個方面可以改善 這個真是容官到不恨 拿著那條拉圖的 說完一次 說完一次又一次 錄音機一樣 人肉錄音機 以前 已經有個官 被人說 人肉錄音機 拿著拉圖的 拼命去說 現在也是 政府曾經 諮詢專家和本地保育團體的意見協助 評語離開 但決定先作觀察 所以什麼都沒有做到 他說理解專家為何謹慎呢 深圳都試過了 不過是失敗 所以 所以 現在 沒有 最後 看看怎樣做法 你聽完之後真的很猛憎 很猛憎 他也在記者會裡面提到絕對不是慢 絕對不是慢之願 他說 有人提到要撤禁全區 根據當時的數據 鎮魚出沒的水域十分廣闊 包括 牛尾海叫澳西洲 危澳美洲 澳西洲東邊 如果整個水域 設為禁全區 難度相當高 會影響很多海上使用者 即是他衡量 區區一條鎮魚 我想香港很多人都是這樣想 鎮魚 如果你這麼大面積 設立這個禁全區的話 不用做生意 不用運貨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那裏 不用做 這個 載客 是不是有很多客人呢 我不知道 如果香港 有嚴重的交通意外 又或者要整個道路 你知道香港的 大動物 屯門公路 青山公路那些 有時候發生嚴重的交通意外 或者要整路 二線變成三線 三線變成兩線 那你封了某一條路 塞到媽媽都不能認得 情非得意 是不是 為了安全起見 剛剛 是不是影響了很多道路上的使用者 為什麼 那些就沒有問題 塞車 我整路 當然要塞車 緊急維修 爆水管 要改道 那為什麼船又不行呢 他就問你 你覺得哪件事重要 在這個官僚心目中 經濟作業 是重要過一條 鯨魚的生命 現在不是叫你永久封 OK 是不是那裡嚴重到 如果封了一個海 香港就會倒了 可不可以改道的 當然可以 大陸城都搞的 有演習要禁飛蓋 禁全區 那你就要改道 影響到香港 不只是台灣 都提過的 飛機都可以繞渡 船都可以繞渡 為什麼為了這條鯨魚 不可以 面積很大 這完全是廢話 你是 你是怎樣衡量 那個priority 那個優次的問題 現在就在這裡 死了 鯨魚出來說 哎呀我們有改善的空間 我們是做得不太好 不過 不過 不關我的事 是專家慢而已 是不是 他們不懂 拖來拖去 揭乏經驗而已 是他們而已 我們又沒有法律 為什麼沒有法律呢 這個宇宙大發那麼厲害 當然不可以 不捨一段下落出來 香港人呢 概念呢就是這樣的 不怕官 自怕管 是不是 你不是找些船在那裡 警告 不要進來啦 這裡不准進 進來我就抄你牌 我想香港人會遵守的 船家也會遵守的 是不是如果不行啦 告訴客人不行啦 沒得去看啦 不是嗎 我覺得今天的香港呢 只是這個 只是這個 就是鯨魚 橫死這個西貢海呢 其實 看到香港 那個管治的水平 就是如此 國安呢 他第一時間很快 去抓人 去找人家屬去問華 很快 做得很快 是吧 無論多細微都好 只不過在網上 share 帖子也好 說多兩個說話 也好 二虎伯伯在那裡 街拉榮剛 就是拉二虎榮剛 你就要 告別人家很多條罪 告到底啦 這些效率就很高的 但是要救一條 情願呢 退三退四 賴三賴四 最後 沒得抽舉法例啦 四個方面要改進 這個就是香港 管治的那個模式 為什麼會是沉淪墮落呢 是有原因的 完全大家都會明白的 雖然 雖然 我的聽眾觀眾 對於這個鯨魚之死 都興趣缺缺 不過 鯨魚之死不只是鯨魚之死 鯨魚之死是反映到管治能力 絕對下降 我們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這點是很重要的 很多人看 或者包括我們的官僚都是這樣看 區區一條鯨魚而已 幹嘛要那麼緊張呀 區區一條鯨魚 我又不是那種 好 就是 就是 那些什麼 野生動物生態L那些 就是 一定 不殺得 就是不可以 令到牠死 用盡 不惜一切代價 都要做 我又不是那種人 我經常都說 這個文明的社會 對於一個野生動物 遇到困難 上下一心去處理 包括政府 包括 非政府的專家 包括一般的市民 上下一心去處理 你會很感動 對野生動物 是這麼有愛心 這個社會對人都會很有愛心 反過來 連狗都敢吃的國家 他不會對野生動物有愛心 什麼叉都可以吃 天鵝也能吃得 你看 是不是高下立見 香港呢 又未知到什麼叉都可以吃 那些人對寵物都是很愛護有加的 不過 一條鯨魚 未必能夠觸動到他 內心 做這件事 反而 那些人都湧出去 去看 去打卡 打卡來做什麼差 我都不太明白 鯨魚就是鯨魚 為什麼要湧出去呢 亦都反映到香港 這個社會 真是文明極有限 談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非常 繼續支持我心直口快窗路 多謝你收看 再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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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